大家上午好 现在咱们开始上课 提前几分钟啊 先评一下作业 今天教作业的不太多 上午画的是末末丹 末末丹吧 在这个牡丹画里面 应该说是比较难画的一种 难在哪呢 就是末封五色嘛 末封五色它那个木色 有的不太好控制 特别是塞尖呀 很多人画不出来 就是这个就是难在这儿了 别的其实画花瓣 其他的构图 那就跟我画其他的牡丹 都是一样的 因为别的那个牡丹呢 因为有颜色的 能看出来对吧 末末丹在笔山调的时候 它那个大墨深墨 和那墨色的塞尖呀 不太容易在笔山的发现 所以难就在这儿了 这完全靠自己的经验 这个画的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末末丹的塞尖还是出来了 但是有的这个花瓣嘛 还不是特别理想 这个淡墨不明显 淡墨啊 那流白流出来了 但是淡墨 那个你画的时候 可能是笔根是水分多 水分多了以后吧 画的时候也感觉 这个是油有东西 但是一干了以后 就是就是白白的了 所以一定要把淡墨要调出来 笔根上调到笔的根部 就调淡墨 再调淡墨 再调淡墨 先调整个笔封都调淡墨 再笔根上再调二分之一的 稍稍浓一点墨 再笔根上再调一点 三分之一的 画得更小一点的 稍稍再浓一点的墨 一点点的塞尖也出来了 这个不是太明显 还是这个要注意这个塞尖变化 这是一个事儿 再就是这个叶子的塞尖 你跟着这个像吧 这照片照的不太清楚 所以看不太清楚 你最好往这里发的时候 大家发圆图 发圆图 我能看清楚 这个看不太清楚 总的还是可以的 构图啊 构画面它是不错的 蝴蝶 你看这个 你照的不清楚 所以蝴蝶看不太清楚 蝴蝶画的时候 不要画太大了 因为这花这么大 这个一定要注意比例关系 在一幅画里面 还是不错 总结是很好的 水中鱼这个画的是 牡丹的画的还是比较理想 蝴蝶也还是可以的啊 那个 这个花瓣 这个花瓣灰灰的颜色出来了 你不能捐纯白的 那一定要挑出灰灰的 它这个牡丹 黑色的牡丹 画的是很到位的 牡丹花画的很到位的啊 现在就是啥呢 这个花蕊 花蕊 那个点的可能点太早了 要是这个水分太大 你看看不太清楚了 就映开了 这个也是 这个花蕊也是这样的啊 词蕊还能看一点 熊蕊全映开了 对这个就不太好了 但是花瓣画的还是挺好 确实不错 水中鱼的啊 这个呢 它这个牡丹的花瓣 画的还有点意思 你看看没有啊 牡丹花瓣 那个 闪电还真出来了 蝴蝶画的也还有点 要注意一下形嘛 蝴蝶的啊 嗯 那个 行 特别是画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鼻要干 腿和虚的两个处虚的时候 鼻一定要干一点 那个牡丹那个 塞件还是可以的啊 牡丹花的还是很不错的 熊蕊点的还是比较突出 熊蕊还是突出 点蕊一定要注意透视关系啊 一定要注意透视关系 呃 这还是不错的 呃 叶子的话呢是 也还是不错 但是太烦了 乱一点 呃 点这个太点的时候啊 不要点的太平 你看 太均了 呃 大大小小的 呃 有酥有蜜就可以了 啊 这张国杰画的两个都很不错的 呃 这个画的就挺好 确实很不错 呃 这两个画都画的很到位 呃 呃 特别是这一幅这个 这个默默的那个散韵呢 呃 你看韵味儿画的很足 呃 花蕊的颜色也非常突出 挺好 这个这两个画还是很成功的 这两个画 尤其是底下 底下衣服比上衣服更好 上面衣服你看见没有 他这个那个伞接 没怎么出来 底下这个伞接出来了 一定要画默默当时 一定要弦掉底下那个 呃 灰调子 淡漠就是淡漠 那一定要弦掉一下 咱们不弦掉 呃 那确实是 不是太好啊 呃 这这也写也很漂亮啊 好 所以不太多就是几个啊 今天咱画这个 呃 按照计划是画那个 呃 粉的和红的两个牡丹搭配 就是配画 两个牡丹搭配 呃 这个呢 我今天准备这个上面吧 呃 画的复杂一些了啊 除了这个 呃 牡丹花以外 我这构图上面 我还想了一下呢 呃 这个右下角啊 我画一盆水仙 呃 呃 在中间这个位置 我画一个花盆 花瓶 花瓶里面 插着去插着几只 那个 呃 牡丹花 这个牡丹花呢 就是有那个粉的 和大红的 呃 两个搭配的啊 呃 这个图 各图相对的是比较复杂一些 比较复杂一些啊 呃 也复杂一下 那以前那个 呃 这中间吧 画像不交过水仙 我现在也真记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看 太时间太残了 呃 没有交过 等于大约的上新课 呃 复习 教过的话 就复习一遍啊 呃 呃 这个角度 发个水仙花 因为这个角水仙花在前面 呃 牡丹花的花瓶在后面 所以必须先画 右下角的水仙啊 先画水仙呢 我先把这个水仙先画一下 水仙画水仙的时候吧 先把这个花 水仙的花的花头画出来啊 呃 呃 画画头的时候 用什么颜色呢 用那个 用墨 用墨画 但是这个墨呢 那个 呃 挑那个折墨 或者是那个 胭脂墨画就可以了啊 这个 这个 往这边挪一点啊 让它清脆一些 对 看清脆一些 呃 在这个位置 我先用千米勾的小稿 这个准备一个花瓶 呃 这个花盆 这是 这个牡丹的是花瓶 啊 这是两个不一样 呃 这个呢 先把这个 水仙的花 像花出来啊 花的时候 我用一个 这个笔 什么笔呢 缠锋的 因为缠锋的这个 呃 小蓝毫笔缠锋啊 我是用 这个是用那个 折墨画了 折墨画 但是呢 用胭脂墨画 效果更好啊 我现在盘子 既有这个折墨 我现在直接用折墨化了 折墨就画那个 画头 呃 这个水仙花的花瓣嘛 是五瓣 五瓣画的时候呢 六瓣 六瓣啊 水仙花是六瓣 呃 六瓣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个花瓣呢 要把那个形画出来 对吧 他是白散的 呃 花是白散 特别是水仙花 还有一个特点啥呢 他中间呢 有一个像 小九中众似的 那个 里面就是 花心 花 花罐 叫附花罐 呃 像小九中众扣子上面去的 那个 这个一定要牵掉出来 嗯 我把这个墨色切好了 呃 这个 因为画这个花吧 这个笔 要有点封 最好 呃 太太凸了就画就画不出来了 我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 我个图我都想好了 在这个位置都画几朵 这画就这画几朵 画几朵那个水仙 先画水仙花 水仙花我刚说的是六个半 它的那个水仙吧是 这个中国画也讲一下 中国画呢是有很多是微信的 水仙花跟牡丹花 这个不是一个季节开的 但是为什么能画在一起呢 就是人们想象了水仙为水仙成仙 牡丹那富贵 就富贵成仙的意思 富贵成仙的意思 所以把这个水仙花 很多很多大画家都这么画 把水仙花跟牡丹花画在一起 它两个世界不是一个季节的画 所以说中国画就是这个特点 你要画油画的画 画锡画的画 绝对不可能这么画的 是不是啊 不可能这么画的 所以这个有中国画的特点在这儿呢 它可以把不同季节的画融化到一起 特别画牡丹花 有时候画雪的牡丹花 画牡丹是下雪 那不是六月雪了吗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画 这就是中国画的特点 有的地方是卫星的 但是呢它有寓意好 借着这个寓意啊 我先把这个画这个 在这儿画几个牡丹花 那个水仙花 水仙花这个笔还不行 这个笔太粗了 我再拿个小细一点的啊 细一点这个 小笔好笔吧 太粗了 因为这个画面小 你要是大画面的话吧 粗一点 粗一点 先把花瓣画出来 啊 画花瓣 花瓣画完以后 再画中间这个小九重 就复花罐 复花罐是用浓墨画 呃 花瓣呢 是用这个稍稍淡一点的墨 啊 稍稍淡一点墨 呃 我在这儿画几朵 画几朵花啊 我看 在这儿画几朵花吧 整个这 这个花盆在这位置 这儿画几朵花 嗯 你上面画牡丹花啊 这要是区别开来 呃 我现在画一朵 正面的 侧 1分之1 1分之1侧面的啊 侧面的六个瓣 六个瓣的话 画画瓣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呃 四笔是一个瓣 你看啊 我在这儿画 四笔一个瓣 等下笔 一走 你看这 这四笔是一个瓣 啊 四个瓣 一个瓣 再来 这又是一个瓣 对吧 再来一个啊 这 这是三个瓣了 三个瓣呢 花还剩三个瓣 是不是啊 还剩三个瓣 我这就 这三个瓣 就是 就是 这样随意画一下就可以 这三个瓣 它这个花 有花筒 花筒吧 一定要把 花筒要画出来 小花筒 花筒 底下还有那个 小花瓣 这是 这是一朵花啊 那个什么啊 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浮花瓣呢 一会儿用浓墨画 我现在没画出来 浓墨画 这是这个方向 我再画一个啥呢 在这个侧面方向的 你看侧面方向的 侧面的 这是侧面的 侧面的 多画几朵啊 我往上面去 再画一朵 它这个花吧 都是什么呢 都是一个桶下来的 还有一个 有一个 包窍 一个包窍 我现在把这个包窍画出来啊 就再画一朵花 再画一朵花 这上面 画个花苞啊 这里画花苞 我旁边这个再来个花苞 再来两个花苞 再来两个花苞 这两个花苞 对吧 我这边也可再来个花苞 这也挺长的 这个齐了 齐了啥瓣 我再破它一下 再来画个小花苞 这头了啊 这是一树花 对吧 我旁边再画一朵 再画一朵花 这旁边再画一朵啊 不能发现啊 这个富花罐 没有画啊 有过再画啊 富花罐啊 就画画包啊 它的一个包窍上面吧 有有三朵有五朵六七朵没准 就看着看着这个 看着这个一样 情况怎么样了啊 这又画了一朵 有一组花吧 这一组啊 我再画一组 这旁边再画一组 再画一组 打一点 这幅画看不着了啊 对吧 对 sale カバー オン 東海で 就画了三组 三组 画个三组两组都可以了 画完这以后 我就开始画那个叶子 我再画一组 画少了一不好看 有个有矮 画了不少 就画个画报 我现在把那个 画的那个 因为水像画的叶子 画出来 我先画这个 画这个那个球吧 把那镜子画出来 以后再画那个什么 画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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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须子 它实际上是白塞的 但是我现在是画的是用墨画的 还是用浓墨画 我现在用这个墨画一下 抽上来 这个上面抽上来 折开 交叉 交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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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叶子有超过这个花的啊 也有超过花的 这是一组一组的啊 这有一组 一书这话 这是血 你看没有啊 谢谢大家 这一组啊 我再把这个蘸点浓墨 把这花壁啊 画一下 这一组啊 感谢观看 我刚才说了,这个须跟浓墨化 这个小花盆 把这个腐化罐呢,用浓墨 腐化罐化出来,非常浓的墨啊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形状呢,像猪腰子形 猪腰子形啊,你看 猪腰子形,这两个,两边 这个是这个形状,猪腰子形在这,在这里 这个花盆在这位置 这三个主花,这个花在这儿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腐化罐画出来哦 这个花盆是非常浓的墨,一画就精神了 这一画就精神了啊,这发光画完了 这个小球啊,擦一擦 这个水仙花画完了,我这边呢,画个小花盆,画瓶 大口的瓶,我用淡一点的墨吧 好 这个再画个大口的小花瓶 这个花瓶画到底下外面来 这边看不见 它挡着的,这个花挡着的 这个画瓶上面呢,有一点蓝草 这个画瓶上的花 大口花瓶 这上面我就画牡丹花了 画瓶稍微擦一下 画牡丹花呢,主要是咱画那个 我先把这个画完的 把这个画完再画牡丹花吧 哦,我是水仙花画完的 水仙花那个,画这个球劲啊 再用褶石散 这是在染一下 用大拌匀笔啊 淡淡的测石 把这个球劲儿 就勾一下这个,勾一下这个木线 木线高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花瓶呢,花瓶呢 我一会儿再染个别的颜色 再说吧 现在用这个淡淡的褶石散 把每片叶子的叶尖 从叶尖往里面染 叶尖往里染 这个叶子还显得少 这个叶子还显得少 그러면那些游国ота hay дух 你很想的 你不 thermal 盖 看,这可以 Ministry Frontile 这个花 每个花的根部 我再用一个小拌云笔 把这个花的根部 调整那个草绿彩 花青 粉黄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那个 这实在还没染完这个花包包翘 包翘也染一下的啊 对这个包翘 也用这个褶石才染 去了每片叶子的肩部以外 再包翘也用这个褶石才染一下啊 我再换一个小小拌云笔 我调点那个绿彩 非常少的绿彩一点点 染什么地方的 把那个每个花的花瓣的根部 稍稍有点绿 一点点绿的感觉 花瓣的根部挑一下子啊 你看 一点点 这个花包也是 花瓣 花瓣每个花瓣的根部 不能染多了 多了以后就变成这个绿彩的花了 先稍点一点点 有显得生命感 每个花瓣的根部啊 记得花瓣的根部 稍稍点点绿 点一点点绿 有一点点感觉就行 很少一点点啊 我再用那个什么呢 淡淡的花心色呀 把这个花勾一下子 非常淡的花青色 勾一下子呢 反反秤 反秤它啊 这叫反秤 不叫勾啊 把这个花 不然这个花的不显 这一勾了以后 这花就显了 炒沟啊 炒沟啊 非常淡淡的花青 淡淡的花青 这叫反秤 把花反秤出来 它是白花嘛 这一秤就显出来了 这是果花的一种表现手法 这个就完事了啊 我再用那个淡的 非常淡的颜色 用珠标 调铜黄 调铜黄 把这个复化罐 染一下 先染里面那个深的 深的用珠标 就是复化罐啊 就是小猪腰子那地方 用珠标染 底下那个 还有个小小小小 小罐口那地方 用个珠标 调铜黄染 再有珠标 调铜黄染底下那一块 就是小罐 扣了个小罐那一块 你看一点点 这你看就是一点点 不同的朝向 那个小罐是方向也不一样 这一坨了 这个水仙花 这一部分是染完了 下一部分 要把这个 染这个草绿彩 草绿彩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叶子 用藤黄 调花青 也是很淡的那个草绿彩 打个底 在这会一会的上面 沙茶染那个三绿 三绿啊 三绿 这个草绿是打个底的 记得是 反正是用那个湿绿啊 湿青啊 染那个花瓣的时候 染花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那个植物燃料 打个底 你看我现在用植物燃料 草绿彩打个底 大底色 不然的话那个 它就显得 摔着那些跳 就不好看 打个底色啊 这是大底色 一会呢 用什么颜色盖 覆盖它呢 用三绿 三绿再调一点那个褶石 才覆盖它 要纯三绿吧 也是太跳 这水仙花的画法哦 水仙花这个叶子的画法 其实这个叶子 非常地 非常地 绿特别漂亮这个颜色 对吧 好 但是你要是不用这个 三大个底 呢 直接用那个三绿往上一扇 那就特别发贼了 好了 我再挤点三绿 三绿还有个 要注意一下 这个颜色不要太浓 因为三绿它的覆盖力 特别强 三绿还要一边 调一点点褶石 三绿里面调一点点褶石 不要它多了 不要调多了 毕竟这个水分还要大一点呢 染的这个水仙花的颜色 特别漂亮 你等会看哦 我马上就染了 我这里面调了一点褶石 笔尖沾一点褶石材 你现在开始染 接着那个 刚才那个染的那个 把这刚才染的这个 支褶石啊 照一下子 你看这个颜色漂亮 每边叶子叶尖 我不是用褶石散染的吗 那个褶石的叶尖 还稍稍留一点 接着非常 接着很自然啊 要非常自然的接着 鞋接上面接 你看这个褶绿 这个不是纯褶绿 褶绿点 调了一点那个褶石材进来了 是不是好看呢 漂亮吗 这水仙就画完了啊 换完水仙 一会咱就画这个 牡丹花了 种的就是牡丹 这个水仙是配画 好看 你要觉得不够深可以再再上一遍 但是一定要过度啊 别突然一下变深了 那就不好看了 还有呢 不能把这个墨线盖住 把那勾那个叶子 那个墨线 千万千万别盖住 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的 散布爱墨 就是颜色不要防爱墨 特别给夜间那个那个 褶石散 衔接的 一定要叠加一部分 冲叠一部分 挺好看了 这个 我认为挺好看啊 哈哈哈 水仙花 水仙花 这边那个盆啊 这边也得露出一点的啊 画盆这边 这里面的水 我再用那个淡淡的花青色 染一下 非常淡的花青色啊 这个盆里面有水 淡淡的花青色 淡淡的花青色 这个花盆呢 我染个什么颜色呢 染个 非常淡淡的花青色 非常淡的这个颜色啊 就是那个叫 那叫什么淡叫 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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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颜色是不是蓝的 稍微蓝一点啊 过蓝的 有点蓝色 咱家那是白的 咱家那是白的 对 这个花的 这个花没画的 这个花没画的 底下黑的就是木托啊 有木架 青花瓷 青花瓷 一点蓝 这个应该再挑点 再挑点墨进来 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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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们 青花瓷 青花瓷啊 底下那个是个木座 木座的时候 再调点那个褶食 再染一下 哎 这块是算染完了啊 算得漂亮啊 现在我 这个 那个什么 什么 花某单花 钻某单花 那个大花 大口的花瓶啊 我就这个咱 古香古色的了啊 但是我把这个 那个蓝草啊 我再调一点那个山绿 再勾一下子 这个花盆上的蓝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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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就没关系了 做下去没关系了 简单的啊 简单的啊 现在开始花花了 中头戏是花花 牡丹花还没花呢哦 粉色的牡丹要挑菜板 我先拿个盘子挑菜板 这个花不能太大 我就用这个大白云笔吧 花木丹的笔也太大了 先挑太白 这个糯的一边去 菜板属红或者是牡丹红 每个红都可以 粉色的 菜板挤出来了 再拿个盘子 今天牡丹红吧 粉的挑牡丹红啊 就这种大笔画吧 现在挑颜色 现在完了以后往下来了 在这画画的位置 画的位置能看到 今天这个上面的内容 多一点复杂些了啊 不像平时那个 我就花几朵花就完事了 为了大家 为了大家 也叫大家一个构图 创作 中鸡斑吧 花鸟中鸡斑 它有点中鸡斑的味道了啊 这个我这个笔洗的不是特别干净 还反而更好 你看有一点点红色 有点红色 粉色吧 还真好 不然我里面调一点那个红 这个就可以了 不用调了啊 刮一刮 快干净一点的 别太多了 白粉别太多 太多了以后吧 它那个一会儿可照过照着了 我再调这个 我这是什么 牡丹红啊 调这个牡丹红的颜色 笔尖少调 粉的牡丹嘛 要浅 不要太多啊 少调 调三分之一不到 不能调个三分之一 这是个花盆 花瓶在这儿呢 所以花 我在这个上面画花 我提款准备在这提了啊 这个地方就留着提款的位置 正好都在里的啊 我在这儿画这个大花 画大一点的 现在画瓶嘛 嗯 我画一个 这中间画一个粉的 两边都画两个白的 那个红的 就蹭出来了啊 因为它本身就蹭出来了 谢谢了 感谢 relational 要继续 放心 对 嗯 我想 再调一点 稍稍深一点 展开了半 我完整滑就滑 下一个画别的画法 我再换个 孙玉德的画的画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米3米画个画瓣 我这方面再来个层次吧 这是粉单补单 我找一下结构 调整一下结构 再来个层次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记得是红 鼠红画画心啊 我记得是红色的 我记得是红色的 按摩 好 这是一朵粉的 我在这旁边我再画一朵粉 再画一朵粉的 这边 这边的画个粉的 再调太白 这太白里面有点红了 这次看更红一点了 因为笔尖有红点 我没洗掉 没洗劲 我洗了一下没洗劲 来变化了 位置号码153 5708 5789 在这边再画一朵牡丹花 后来画粉的 我这个粉的呢 我用笔尖是调的是红了 两个粉的颜色也不一样 在这画一朵 按亲的不知道谁的 我没接 我没接 不是 叫方显示 不是 手机 这个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画的后面 前面是那个水仙花 这个画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水仙花 要留住位置来 千万千万不能把水仙花给盖死了 那就错了 这个有前有后 我没接过 特别这一块要加小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花线靠着浓的 水红的颜色 这里有好几个层次 好了 这是两朵粉的颜色花 但是这个粉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是玫瑰红 牡丹红 这是牡丹红 这个是鼠红条的颜色 两个颜色不一样 稍稍有点变化 我再今天画这个粉红和那个大红的那个红 牡丹红色牡丹组合 我再必须要画这个红的牡丹 画红牡丹的话吧 我的这个要要积点什么颜色呢 我积点胭脂色 各类的 撒 撒一定要深一点 我就在这个盘子旁边再积点胭脂色 我还是用这个笔 这个笔接着画 接着调 接着调颜色 我先呢 我就主要把这三个颜色调到一起 我先调这个牡丹红 调到牡丹红调的比例二分之一左右 是 碌奈红调的比例二分之一 啊 二分之一 imerabanni红调到一分之二分之一以后 usan彭脂发 跳了二分之一以后 笔接着我再碰一点 这个鼠红 鼠红也是二分之一左右 这个颜色就深了啊 也是1分之1左右 数红,这是数红 1分之1 就是有鼻腑有1分之1挨着盘子了 是1分之1 我在鼻尖上挑1分之1的胭脂散 1分之1不能多了 这就是1分之1的胭脂散 就是鼻尖上的胭脂最深 这个胭脂散还不是纯胭脂散 因为这胭脂散 我是用那个实际上三种胭脂调的 有牡丹红,有鼠红,有胭脂 我在这个位置我再画一朵花 画的话为了好画方便点 我只转一圈吧 稍稍画一下 从这个位置画 在这个位置接 我又有了 好 我再画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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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位置 我再画一画 一画画一画 我再画一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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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 看不见吗 很饿 在鼻尖调点胭脂彩 口外滑馅 来了 淋川 写准备 似乎 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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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朵花 这个地方我就用叶子蹭它了 我在这个位置再画一朵花 它是红牡丹 今天觉着画红牡丹和粉牡丹配画 再调牡丹红、树红、胭脂 在这个位置再画一朵花 有一个小小的花 这一朵花是一朵花 一朵花 现在给你们下单的水分 再调牡丹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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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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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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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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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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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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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